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谈一下美国的房价和房产税 那我们律所呢,为很多的申请人 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知识分子 专业人士,留学生,博士后,访问学者等等 办理了美国的绿卡和签证 那很多人办美国移民呢 那当然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说 希望有一种不同的生活 那包括呢,比如说在美国的房价和收入比 相对来说和中国大不一样 很多人在美国工作几年呢 买房相对就比较轻松一些 此前呢,我们在美国攻略网站 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那从个人的收入 或者说家庭中位数收入和房价相比 在美国呢,一般可能房价只是家庭收入的几倍 在中国呢,就经常是几十倍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一个原因呢,大家知道 中国大陆呢,在住房政策上沿用了 或者是借鉴了这个香港的这样的这个土地政策 那土地出让金很贵 大概占这个房价的一半以上 比如说这个房子实际的造价 工程,材料,人工等等 可能只是房价的四分之一 其他的呢,有房产商的利润和管理费用 然后呢,还有一个大头呢,可能占房价一半 甚至更多的呢,就是土地出让金 所以一定程度上呢,相当于预知了未来几十年的税收 这个年轻人呢,说要叫六个钱包 什么样六个钱包呢?这个买房的人自己不算 是吧?这双方的父母 然后呢,还有双方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啊,理论上说 像这样呢,才可以 那当然这个并不是一个长期委定的状态 有的时候也难以为继 那么现在呢,房价也出现一些问题 当然了,任何事情你在网上讨论呢 总的会有这个杠精 是吧?有的人这个讨论讲到说 中国不收房产税,国要收房产税 首先呢,中国房产税一直也都在讨论中 那土地出让金呢,如果说不能长期持续 房产税也会更快的提上日常 另外呢,美国房产税你要讲到呢 那不能光讲收税的过程 还要看税花在哪里 以及其他的一些信息 在讨论比如说中国美国的生活的时候呢 这个因为中国美国都是大国嘛 对吧,美国也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国 然后呢,各州的情况也相差很多 那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有的时候呢,如果以偏概全 就像是这个盲人摸象 那这种结果 那比如有的人说 美国的房产税税率有3% 你30年就相当于重新买了一套房子 这个呢,就是有一些夸张的说法 比如说呢,房产税3%的地方 可能是比如说在德克萨斯州 像这样 但是德州呢,并没有个人收入的州税 这个所得税 像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 在我们所在的Fairfax县呢 大致相当于北京市海淀区 这样的位置地位 这里呢,我们的房产税 大概是1.1%到1.2%左右 不同的这个县略有区别 每一年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区别 所以呢,如果你住房要50万美元 每年交的房产税呢 是5000美元左右 当然理论上呢,房产税还可以冲敌 个人联邦收入所得税的一部分 但是呢,自从川普税收改革以后呢 那这方面又有一个上限1万美元 那所以呢,也有更多的人选用 standard deduction 而不是itomized deduction 那在这个税表呢 总之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啊 就不能这一概而论 那就像有的人说 办率卡要多少钱 多长时间能办好 一般我们举的意思是说支高血压要多少钱 要多长时间支好 等等的一样 就没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 那具体的因人而异 看具体情况 刚才我们讲到呢 这个房产税 这有税率税收金额 那么同样呢 这个房产税还要看它的去向 那比如说呢 一般来说美国各地的公立学校 是由地方政府的房产税来支持的啊 在我所在的Firefax县呢 每年政府的收入大头呢 是来自于房产税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税收啊 比如说包括其他的个人property啊 税收 还有一些utilities啊等等 别的税收 但是呢 主要是房产税 那么支出呢 一半以上用在了本地的中小学 我们知道呢 美国的中小学是免费的啊 不收学费 然后呢 还有这个别的 比如说课后的program啊 这个special education啊 还有这补习英语的啊 或者是其他另外 还有校车接送啊 对于有的家庭呢 还提供有免费的午餐啊 早餐啊等等啊 像这些 那么这些呢 都是来自于房产税啊 据我所知 比如说附近有的县 学校的支出 甚至占到了整个的巴具 将近70% 甚至更多 那你这些公共服务呢 总需要有资金的来源啊 如果不来自于这个税收呢 那就来自于其他的税收啊 这个在中国 在其他地方也都是一样的 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对吧 所以呢 那在美国啊 说要交联邦税 要交州税 然后呢 地方政府 比如说这个县 一般你不用交收入税 看具体情况 比如我们所在的 Voginia州不用交 马里兰州呢 需要交 但是呢 相应的州税就比较低 比如说州税和县税各占一半 加起来呢 和其他州的州税 情况相当 那这个房产税 或者说地方政府的支出 除了学校以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呢 我们看了一下 有这个丙装图 比如说讲到 其他的呢 比较多的呢 还有就是警察支出 Public Safety 对吧 那你一般平常看到的警察 大多数呢 也都是本地当地的县警察 官员占百分之十几 还有呢 就是Health and Welfare 这也是公共福利方面的 包括Social Work 包括其他的一些 基本的公共卫生方面的服务 那其他一些 包括Parks and Library 包括Community Development 包括其他的Public Works 如果说呢 其他的关于政府管理方面的呢 有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Legislative Executive Functions 这些呢 都各只占百分之一左右 所以这个官僚的费用 相对来说 和学校啊 和其他的这些相比 还是很低的 每年呢 县政府也都会公布 还有的这个支出收入啊 这样的预算的情况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就平常讲 大家说要到好学区 比如说我们所在的Firefax 前面讲到 可以和海淀区相比 那也就是学区 整个这个学校系统比较好的 那一定程度上 也都是因为 本县呢 相对median 这个income比较高 县政府相对比较有钱 收到的钱比较多 所以可以用来支持学校啊 那这个学区呢 因为是按照县来分配的 像加州呢 据我所知 它是在州层面 来统一分配教育经费的 所以呢 这一定程度上 有一个分配平衡的一个问题 更多的减少贫富分化 来自收入较高的地区啊 这些人交的税呢 那也不是说就能够直接用在啊 当地的这个小区的学校 而是要统一的交到县里 由县里来分配 那比如举个例子呢 像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呢 呃 应该算是房价相对比较贵一点的 然后呢 算是学区比较好的 但是呢 小学相对比较旧 然后呃 这些年呢 一直也没有能够翻新 为什么呢 因为呃 县政府呢 他把这个priority 用在了其他的一些地方 比如人口增长更多的 呃 或者更需要服务的 注意的这样的小区 这个呢 你对于住在本小区的居民来说 可能觉得说 没有最好的体现 他自己的利益 但是呢 呃 在更大一点的范围呢 可以更好的维护 社会平衡啊 这个持续的发展啊 对吧 比如好多人呢 呃 对于所谓美国的这个白左啊 等等 有这个那个的批评 但是实际上呢 呃 你从另一方面 呃 也有的人看到 就美国存在有这个贫富分化呀 有社会问题呀 等等 呃 那也正是政府的干预 这个二次分配 三次分配 是吧 呃 像这样的 然后呢 呃 更好的维护了社会的 长期的平衡发展 那 像前面提到的呢 我们律所也有相应的文章 讲到啊 美国的房价分析啊 等等 那 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的这个视频呢 讲的是 嗯 美国的房价和房产税啊 那总体来说呢 我们知道在中文网上 存在有这一些比较偏激的啊 各种各样的说法 比如有的人说 美国对于出生在中国的移民啊 有这样那样的限制等等啊 那这眼见为实 坚听则明啊 根据我们的这个经验和观察啊 这个我们的建议一般是 如果说你有机会 自己或者是孩子到美国来留学 生活工作可以得到更好的 更平衡的这样的看法啊 讨理不言 行动呢 比言辞更有说服力 更大盛啊 那我们看到每年呢 办理美国移民的人数 还是很多的啊 我们律所呢 也就处理了很多这样的 办理美国绿卡签证 这些case啊 那如果有这方面的更多的问题 有这样的意向 兴趣可以联系我 谢谢 请不吝点赞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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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